在徐柯日前被爆出跟圈外女性一夜情还逼对方堕胎 形象一落千丈 连带参与录制的《奔跑吧》 将她的身影披到不见人影 而她原定在8月25日举行的广州演唱会也已宣布延期 不过15日她仍如其在新加坡举行演唱会 也是风波后首次亮相 直接流出的画面中粉丝们不断高喊 蔡徐坤我爱你 替她加油打气 而在徐坤最后也和全场粉丝鞠躬表示 抱歉让你们担心了 另外还有粉丝甚至制作各种因缘发光布条 其中还有几个大字写着多大点事 一直在一直爱 依旧力挺自己的偶像 choses一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